预付自行车道严重受审 众管处表示 车道部分破裂下限后续做法是以修复为主 而无法重建考量到原本的样貌 现在是有一点错位偏移的 预计工法是加固 水泥崩落结构像是没有被破坏 而这名代表吴朝成他表示说 已经拖了一个多月了 众管处也要求预理证公所要权断来崩落 考量安全问题 当初产权是铁路局 由公所跟铁路局签约来管养 因为有官员观光部分 因此重管处是有管养责任的 代表希望这条预付自行车道 可以尽快修复完工 而公所表示说 已经承报县政府 目前也在等待 预理证明代表会定期会 最后一天进行两轮的总质询 总共有江文博 吴朝成 徐玉珠 叶维奇四位代表轮番上阵 针对预理证的大小事来做质询 其中预理证明代表吴朝成 针对预付自行车道 因为918地震遭到严重受损 为了安全起见 已经是全断的封路 一个半月左右 并且也没有看到修缮的工作 要求证工所尽快完成修复 因为我们唯一的医务自行车道 是让我们休闲的起初 因为这个地方就带动我们一里证的繁荣 医务自行人的依赖 依赖这条自行车道 是蛮多人在早晚运动的 你现在一段一风的话 都不能过了 现在一直停戈在那里 希望说我们科长 积极的将吹了 积极的吹出 希望说0918我们灾后附件的一个填报系统上 我们所罗列的一些项目 公共工程委员会可以赶快核定 不要再让我们空等待 因为毕竟0918一直到现在 已经一个半月了 公所回应后续做法以修复为主 欧亚板块也严重的受损 现在有错位偏移 预计工法是加固 水泥崩落结构上没有被破坏 目前也都已经将所有的损害 承报给中央以及县政府 目前都还在等候下一步 吴朝城建议公所能够积极来处理 记者高松双预政采访报道